女子戴着墨镜穿着中式军装 跨坐在坦克车炮管上 另外一张照片更撩人 趴在独木桥上右脚向上勾起 裙底就快要走光 而拍摄地点还有不少国军 太除装备引发争议 或者是因为毕竟他穿的是军官的衣服 然后应该还是要有注重军官那种形象 脸书粉丝社团20号开始 流传这组相片 照片中女主角都是同一人 说是要介绍中立的龙钢大操场 但却着军装拍摄多张性感照 不只坐视跨越地板网 还在钢管上面搔手弄姿 但这些举动让国防部生气回应 说女子的行为已经违反刑法第159条 冒用公务人员服事 国防部将搜集证据依法提告 应该还没有到那么严重 我想大家看这个事情 应该只是觉得不合适 可是应该还是有改进的空间 知道照片引起争议 脸书粉丝社团上相关贴文 尽管已经移除 但却贴出之前 酒令出席国军领奖的照片 还说是被这张照片杀到 才有灵感酸味十足 不过类似事件已经不是第一次 2015年底 一家素食店举办活动 点餐人员也穿着军装 在当时同样引发国防部关注 只能说变装拍照要小心 可别因此处罚得不偿失 三立新闻林虎宇 陈紫阳 桃园报道